好了大陸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1号发表中共建党百年谈话 强调坚持一中原则九二共识推进和平统一精诚 并要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习近平也警告外来势力不要妄想欺负中国大陆 否则将在11多中国大陆人血肉长城前碰得头破血流 针对习近平的谈话在美国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回应 美方注意到习近平的演说 但是不评论细节 拜登政府上任到现在已经清楚表达对中共的印象 一名公务院官员透过电子邮件回应 美国将持续支持在符合台湾人民意愿 以及最佳利益的情况之下和平解决两岸议题 6月22号才通过的普吉岛重开计划 针对已经接种一剂AZ疫苗或者是2剂其他疫苗 或者是染疫恢复90天后的外国旅客 允许有条件入境普吉岛而且不需要隔离 此外到普吉岛满14天 而且第6天和第13天接受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的 就可以造访泰国其他地方 那昨天7月1号呢 25名外国旅客在早上11点从阿布达比达基 抵达了普吉岛国际机场 普吉岛官方公布到6月底普吉岛大约有6成5的人口 已经完全接种疫苗 其中8成人口至少接种了第一剂 强调普吉岛已经百分之百做好准备 为这个准备他们筹备了三个月之久 而在欧洲欧盟数位疫苗护照也是7月1号启用 世卫组织现在说如果有国家决定开放 以接种疫苗的海外旅客入境 那就必须要合可所有世卫已经授权的疫苗 包括中国大陆的疫苗 因为如果只是接受部分世卫授权的疫苗 那就是试图从重启旅游中获利就会更不平等 不清楚世卫的说法是不是针对欧盟 因为欧盟5月的时候表示 为了重振旅游观光 将允许接种过欧盟药品管理局EMA 授权合可疫苗的海外旅客入境 但是最后决定权还是在欧洲各国 那EMA目前正在考虑并没有直接合可大陆的科兴疫苗 而且也没有公布最终的结果 印尼过去8天 有7天破了2万例的单日确诊 最新通报单日新增2万4836例确诊 死亡人数是504人 这两个数字现在都创下疫情之后的新高记录 累计印尼现在死亡人数已经逼近了6万人了 孟加拉从1号开始为期7天的封锁 现在看到孟加拉的画面都是这样空荡荡的 许多街道空无一人 因为现在是他们当地的是军队直接部署 还有民兵在街头巡逻 只要有无故离开家的人都会被罚款 同时还有可能被逮捕 除非发生紧急状况或者是要购买必需品 但是像HMM还有沃尔玛这些跨国企业的服装工厂 不在孟加拉的禁令之内 因为这个行业还是孟加拉的主要出口产业 他们是正面临中国大陆和越南的竞争 现在摊商还有一般民众就说 政府实施封锁 只是为了杀死穷人 让大家没有工作并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俄罗斯持续通报过去24小时 新增672例死亡病例 一连三天都创下单日死亡人数的新高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 莫斯科医疗诊所将开始提供追加施打第三剂疫苗 俄罗斯总统普丁也透过国家电视台 呼吁人民接种疫苗 不知道是这样的关系 现在莫斯科还有俄罗斯其他的境内 其实都陆陆续续出现了接种人潮 这在之前还不太一样的地方 因为俄罗斯在接种疫苗的意愿部分 普遍是偏低的 那圣彼得堡这两天将主办 欧洲国家杯足球西班牙对瑞士的八强赛事 值得关注的是 因为这赛事登场的时候 将有成千上万的球迷观战 而在最新的死亡病例当中 其实圣彼得堡 他是以115人的死亡数是最多的 现在圣彼得堡已经有几十名 芬兰球迷染疫了 莫斯科市长的持续呢 将这个疫情呢归咎于 因为Delta的这个疫情反扑的关系 瓜地马拉向俄罗斯订购 1600万剂史普尼克5号疫苗 同时也已经付钱了 支付了其中一半的款项 那现在呢 他们说俄罗斯没有办法履约 只让瓜地马拉拿到15万剂的疫苗 因此瓜地马拉呢就说 如果俄罗斯没有办法兑现交易的话 要求俄罗斯要退钱 退回他们已经缴的金额 第一批800万剂的疫苗 款项大约是新台币22亿元 美国洛杉矶在街头发生爆炸 这是烟火爆炸意外 警方呢在住宅内查获2268公斤的非法自制 还有大陆制造的烟火 但是呢 警方将烟火运送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生爆炸 造成附近多户民宅还有汽车毁损 也有16人受伤 这16人当中呢 其中10人还是洛杉矶警察局的人员 还有炸弹小组的成员 美国媒体报道就说 在爆炸之前其实就有接获警告 现场还有听到好几次大喊 就是快要爆炸了 但是现在确切原因还不清楚 而CNN报道 一对到佛州度假的夫妇说 在大楼坍塌前一刻 也就是凌晨的时刻 他们先听到一声巨响 接着呢就募集到这栋坍塌的大楼地下停车场 开始有瓦砾落下 而且还看到渗水 大陆居民呢 这个时候呢 听到巨响之后呢 开始走出阳台 几分钟之后 接着致命坍塌就发生了 而这对夫妇呢 当时仓皇逃命 稍后返回现场的时候 发现两人刚刚站的地方 也被残骸波及 而当时阳台上跑出来看的居民 已经随着阳台一同消失了 现在持续在搜救的现场呢 已经确认有18人不幸丧生 另外有147人下落不明 您想知道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中天电视频道首页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而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全球大视野 台湾疫情拉警报 除了做好自身防疫 该如何提升免疫力 更是大家关心的重点 营养师表示 风胶大蒜具有抗菌 跟提升免疫力的效果 其中风胶更被誉为天然抗生素 它的丰富类黄酮化合物 具有抗氧化抗菌等特性 大蒜更因为含有氨金酸衍生物 具有强效抗菌功能 经过发酵后的黑大蒜 更称为杀菌之王 面对疫情保持心情平静 用正能量防疫 以上资讯由JP打全能 风胶围倒农粹赞助播出